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敬 光板 恨火 灰光无射 灰光迁到 门闪 开锅了 开锅了 好 敬 无处盾逃 不敢捷径再上吗 顾弱惊叹 看下 享受全力 愿火愿火吗 鱼蜜 鱼蜊 见识下师傅的枪法 光板 灰火 灰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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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灰阵 灰阵 灰阵 光板 灰阵 灰阵 肯灰阵 灰光迁到 灰光愿 住手 沙洛 你瘋了吗 居然敢不过我的禁令 家主 问哪 别被他的气势给压制了 孝行大人 我看过凤行府的上奏公文和写给愚人中的信件了 请您 给我一个交代 遗失的那些公文和信件 原来是被你拿走了吗 您的这句话 我可以理解为 那些果真都是出自您的手笔 而并非伪造吗 请您告诉我 家主 告诉我天灵凤心 真的背叛了幕府吗 哼 我的确与愚人中有所往来 你所见过的公文 也的确出自我之手 居然就这么承认了 只需要协助眼兽令的颁布和推行 就能拿到志东使节承诺的那些好处 一直以来 基于九条家地位的人那么多 想把我们拉下马的加戏也数不胜数 既能得到他国势力的大力支持 又可以借严收令削弱那些敌人的战力 我认为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只不过没必要知会你而已 沙罗 你明明 明明一直都那么崇敬将军 为什么把背叛的事说得那么轻描淡心 背叛 这能算得上是背叛吗 那些愚人中不过是反过来被我利用罢了 他们又能成什么事 在稻妻的国土上 一旦天雷落下 他们不过是些只会瑟瑟发抖的蝼蚁罢了 绝不敢造刺 毕竟 我们可拥有着天下无双的雷电将军 拥有着那无想的一刀啊 嗯 他崇拜的与其说是雷电将军 倒不如说是雷电将军的武艺 以及无想的一刀吧 而且 已经近乎狂热了 可是 你的忠义之心呢 家主 自从被九条家收养以来 是你一直在教导我身为臣下的忠义之道 如此看来 你们只是想我忠于九条家 担心我有招一日会背叛而已吧 那些大道理 不过是你遮掩自己的丑恶与自私的工具 自私 我也是在守护着属于九条家的永恒啊 我相信将军大人他会理解我的 前家主大人他也一定会理解我的 虽然不想这么说 但九条家也太自大了 愚人众恐怕没那么好对付 我也曾在内心怀疑过 执行眼寿令真的是正确的吗 哪怕违背我心中的道义也在所不惜吗 可我还是下定决心 只要那是将军所指引的道路 在走到终点之前 又有谁可论对与错呢 但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永恒之路本就没有终点 而且这条路 又早就因为你们的私心而沾满误会了 所以 我要去纠正盛厅 至少给我迄今为止的决心一个交代 明顽不灵 多此一举 你要去便去吧 如今谁也别想动摇九条家的地位 时局也不会因你而有什么改变的 将军此时正在天守阁 接见来自智东的使节 那位被称为女士的执行官 刀妻幕后的始作俑者 又是女士吗 早在离岛的时候 千里小姐似乎也提到过 判定奉行 跟一位趾高强的女士见过面 那时就应该猜到了 智东的使节 正巧 他别以为自己可以从到齐全身而退 沙龙冲出去了 是准备直接去闯天守阁吗 没错 那走吧 我们也过去 去门 去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